李宗憲律長 出軍的韓國律長 徐生先生 大家下午 今天非常高興 能有這樣的基金隊來到首爾地區 參加中英國三國和國民主黨所居然在參加 首先真誠地感謝李宗憲律 在去年十月份我們基金大學前校長 李宗憲律長 訪問韓國的時候 就向李宗憲律長提出了一個真誠的邀請 今年他用他率領韓三國民主書的代表者 訪問我們基金大學的時候 又向我們新的 剛剛揪釁的基金大學校長 表示了強制邀請 我真的想要表示非常難心 今天我想講一個題目 這是一個命題作本 我覺得是我們預計數 北歐的這個命題作本 現在東亞區域之一的合作 又發展了二十年 成果面臨的問題和接近 我們知道這個東亞區域的 東亞區域的合作和發展 這二十年來取得非常好的成績 但是我們也一般看到 我們還面臨了很多的問題 這些問題呢 是很多是客觀存在的 有些呢 有些呢 發展速度很快 所以 今天呢 我再證明一下 以我做一個學習 我個人來看這二十年 我們會去發展 場面的一些問題 取得問題 那麼首先第一問題呢 我想談一下我們取得主要的成就 那這個成就呢 首先從經濟合作和經濟發展 兩個方面 經濟合作方面呢 我覺得首先呢 是為了 中日韓 IT 包括在內的 這些設想在內 很多的區域的 自由貿易區域 自由貿易區域的合作 然後 包括合作的項目 還有一些呢 貨幣金融的合作 發展 那麼經濟發展方面呢 也是主要是提出了兩個方面 第一個 就是我們東亞地區 日益成為 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的疫情 再一個方面呢 就是中國 以中國為中心的 亞洲價值鏈的形成 我們看看現在 現在從亞洲一區 所已經 亞洲和太平洋一區 亞洲太平洋一區 已經達成的一些 非常之多 相互的多邊的雙邊的 大概一百六爭一百 大概一百七十個 同時呢 這個 正在談的 還有八十四八十五 那麼 正在提出一些 這個 構想和倡議階段的 那麼 有九十個 所以呢 提出好多好多 非常多的這樣一個 合作人 同樣的合作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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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現在呢 我們整出來 從多邊的 合作的況下來看 我們經濟從東亞地區 這是 剛才是東亞和太平洋地區 那麼從東亞地區來看 大概就成為這樣一個 範圍面 完全別人 嗯 首先是以東亞獨比作新的 然後東亞十加三 然後RCEP 東亞時加 wichtige 然後現在還有東亞十加八個 那麼在這裡 中日韓三國的自貿區 在韓岸已經 1944十七年了 然後 都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同時呢 還有日本參謀的CPTPP 這樣一個化造 同时还有API这样一个跨太平洞区的这样一种想法 所以让大家从这一步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非常多远的相互之间 但又有很多叼集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合作矿体构产 但是我们不难会很明显看出 东亚区缺乏一个总体性的合作 我们缺乏一个总体性的合作矿体 这是一个很大的套用我来讲 那么再来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现在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具体的设施机构 包括我们的进展来看 这里头大家看基本上从业总监开始 我们就看二年了 能不能到一九年为止 我们到中文化亦查新的认区计划 这其中呢也有我们中文化三个合计出 最主要这两二十一块的构想提出 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清卖倡议 二零零零年的清卖倡议的时候提出了CMI 有清卖倡议构想 同时提出了亚洲的战券市场的这样一个构想 后来变成了基金 那么后来清卖倡议多变化 它的外汇的储处备池满洲八百亿 提高了一千二百 最后提高了两千四百亿 大概这么一个过程 最后一直到 AMRO AMRO 成立以后 做成后变成一个核心提购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过程中 一二年过的时间 中文化又提出了一个关于 关于冲进 简化 保护投资的这样一个构想 基本上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 基本上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 那么可以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我刚才提到东亚地区要成为全球经济增长 一个重要的增长级 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知道从欧洲 我看二零零零零零之前 欧洲的经济的体量一直是被打的 但是从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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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这一年是总是20.95万元,每周是也有稍多一点点,基本上美洲和亚洲是处于一个平均的状态,大约是这么一个程度。 比如说我们东亚地区一地确渐从GDP的总量上,已经成为亚洲全群之一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三分之一的这样一个级点,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期。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一看整个出口市场的变化,东亚地区的区域内的出口市场变化,和美国所提供的市场份额的领重。 大家可以看出来,从两次危机啊,97年98年的GDP之后,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的充足迅速的变化。 但是此后,只要叙述,从1999年开始叙述,叙述的增长非常大。 然后呢,大家拼管期之后,然后到2007年,美国时代的疫情爆发,08年,全球金融疫情爆发之后,那么东亚地区的合作又进入了增长。 也就是说,两次危机之后,东亚地区内部的贸易的增长不是非常快的。 这个快设的可以说,内部的贸易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稳定器,发生了发挥的疫情的作用。 但是有一年到2011年以后,也就是欧债危机,欧洲的主权债危机爆发以后,那么东亚地区的合作呢开始叙述。 东亚地区内部的贸易就开始叙述。 同时大家可以看另一个方面,你说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增长的时候,那么美国市场的作用,对于东亚地区从确实开始叙述。 它们是反比的,发现的变化,这也非常的变化。也就是说,对共贸易提升的时候,东亚地区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开始出一个下降的状态。 那么从下降的时候,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也就是说,股权债务危机之后,欧洲市场陷入第一名的时候,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又开始叙述。 这是这么一个基础的状态。 那么我们再看看整个东亚地区的这样一个贸易娱乐和全球贸易娱乐的这样一个增长变化。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蓝色的是东亚地区的贸易娱乐,这条线是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 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09年,也就是08年全球基因危机爆发之后,09年,08年之前,东亚地区的这个比重,一直高于全球贸易的平均的比重。 也就是说,它起到了很大的引领通缀,东亚地区的防御,全球贸易的重点值,高于全球贸易。 但是到危机之后,在微温过程中,有一阶段,到一二年一年的时候,第一年主权在危机之前,欧洲主权在危机之前是提高的。 而且,和全球贸易的基本拉齐,也就是说,它的连长的作用开始驱落,反映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了这样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本次的区域贸易的比重,我们知道区域贸易的比重,我们知道区域贸易的比重,我们知道区域贸易的比重。 我们知道区域贸易的比重。 37%左右,也低於美洲的NAFTA的39% 大家知道,東亞地區有13個國家 那麼,美洲的負荷有三個國家 一般來說,直管上,國家越多 相互之間的貿易的影響是越大的 也就是說,我們具有13個國家的內部貿易 中間就小於這三個國家的平等 這也說明我們之間,我們這個內部貿易的比重 實際上還存在很多的問題 還存在很多的問題 那麼,我們這裡再看看 這樣一個FDI FDI,為什麼說FDI? FDI在東亞地區投資和貿易的效應是非常明顯的 在東亞地區投資和貿易的效應是非常明顯的 在東亞地區投資和貿易的效應是關聯效應的 特別是早年以日本的驗行模式 所以,我們將大業的飛行物量相對於投降的一樣 後來呢,又變成以中國出口家公平台為核心的三個貿易的顯示 那麼,這樣所以投資和貿易的關聯效應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可以看到東亞地區西野的FDI 這不是流量的變化 是流量的變化 流量的變化和它佔全球的比重的變化 大家可以看到東亞地區 在1990年代中期 達到20億份佔全球的流量的比重 在事此後迅速下降 但是,2001年之後 使一個中國加入失望組織開始 東亞地區內部的吸引外區的流量比重 然後出於溫度狀態 但今天,2017年左右 依舊達到流量的增加率到20億元 由於東亞地區總體在全球吸引外資的流量時代 是不斷上升的生涯有所活動 那麼,這個過程中呢 特別是日本的 來自於日本的 也就是日本對中國對韓國 包括對東亞地區 這樣有直接投資的這個總量 大家可以明顯看 第一年的時候 特別是第一年的時候 日本對這個 可以說日本首戰的比重 對亞洲的比重達到2010 達到30倍 時候開始突然的下降 在這個過程中 它對中國的投資是增大 但是,2012年以後開始下降 往慢下降 對韓國的投資不是一樣的 可是,往慢下降 在這個過程中 對於東南亞地區 比如,對東亡地區 是不斷上升的 特別17年以後 對東亡地區投資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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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想說明的是 講到現在為止 我是基於傳統的國際貿易力分 來解釋的 這樣一種相互之間的貿易關係 或者說雕換關係 但是今天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 也就是說,國家和區域之間的這樣一個貿易流量 投資流量的關係 已經開始被生產過程的分割 或者叫亞洲鏈的這樣一個相互過來的這樣所取代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說 有個出口 一款IFBI可能有出口替代下來 有出口的處理性 但是如果從第三個角度 它就從企業上來看 它在生產過程不斷分割的過程中 它的貿易、生產和消費 越來越具有區域化的特徵 這些區域化的特徵是由核心企業來組成的 比如說電子行業 比如說中國的華為、小米 包括印度的韓國的三星等等 那麼在這樣一個過程中 我們從中間產品貿易上 中間產品的貿易 零件貿易呢 基本的科學是什麼樣的 一個是以美國 美洲為核心 一個是以美國為核心 一個是以中國為核心 一個是歐洲的德國核心 這個圖又可以看到什麼呢 這個過程中 歐洲和 美國和中國 跟歐洲的觀點相對的角度 主要是 中國 以中國為中心的那樣的產業 或者是亞洲類 和以美國為中心的美洲的 亞洲類之間的關係 大家看這個線的出息是代表的 那樣的關係非常清楚 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圖還表現什麼呢 傳統的國家 比如說那些很小的國家 很小的國家 過去由於它沒有完全的生產 和製造力的生產產 所以它在國際分工中的 以最終產品貿易為核心的 國際分工中的 它的地位 很難獲得很大的提升 但是今天不一樣 今天是生產過程分解 可以按照自己的 比較優勢進行很大的分解 那麼很多很小的國家 可能沒有什麼資源 也可能沒有完備的製造力 但是它卻可以根據自己的 比較優勢 佔據了某一個產品生產的 某一個環境 所以 於是它就可以在國際分工中 獲得以往的 按照傳統的去完成品貿易 所實現不了的工業化進程 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配方 我舉一個數據 這個有一個叫全球生產長度 這是OECD所公布的 OECD全球生產長度什麼意思呢 就是每一個產品 最初所產生的那個增加值 最初的增加值 一直到被消費到完結為止 最後的產出為止 中間被重複計算的平均次數 也就是你這個產品 參加國際分工的次數 這個長度是 全球第一個誰呀 文萊 第二誰呢 西加坡 第五是馬來西亞 第七是中國 地圖好像是太陽 比如全球生產長度 就說從亞洲鏈生產長度 排到全十位 亞洲戰略 韓國大概在第二十三 日本在五十 當然的權 它越 國家越強大 越大 越光越厚 因為它國內的生產體系 必要全量 但是起碼說明一個問題 說明小國有了重要的參與權力分析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新的鏈 這個圖我想說的第三點是啥呢 我們過去有傳統貿易 大家非常注重國家和國家資源的關係 但是現在對外貿易 現在的對外貿易已經不僅僅是國內生產的補充了 而是轉成了區域貿易的區域內的產業 所以採煉分析的日趨區域化 是今天我們世界經濟所發展所面臨的嚴峻的一個課題 石球世界 國內外的學術界或全球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研究 我們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 但是這個變化 足以引起我們中日韓三國的高度的重視 我後面要特別談到我們中日韓的自貿區談判的時候 如果還是按照傳統的國際貿易眼光來看待我們自貿區的話 我們看到我們會出現很重大的誤談 一定要根據整個區域產業的形成和發展來探採這個問題 大家看下面 這是2000年 2000年的時候全球的貿易生產和消費的情況 這個 我要說明的是 這個電頭的指向 比如說這 這個電頭的指向 就指向這個 顯然 日本是它的最大的貿易夥伴 電頭指向是意味著貿易夥伴 比如說貿易生產消費最大的貿易夥伴 大家看 2011年的時候全球有三個中心 那是傳統貿易的中心 一個是 美國 一個是 德國 德國 在德國共同市場內 以德國為中心的 傳統貿易的 這就是非常重要 美國市場 就是在德國大比東 一個墨西東 同時可以看出的 亞洲和美洲的 這個也是非常緊密 拉丁的時候和美洲也是非常緊密 這樣 但是 17年以後 大家注意一下 17年以後 大家 2017年 全球的貿易的 卻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 我在退 大家看 那個時候中國在這 那個時候 零零點 中國現在 這個位置 那是完全是 日本為中心的 亞洲區域的貿易的 一個關聯國 一個關聯國 那麼我們再看 現在 中國在這 大家看 這個亞洲幾乎所有的國家 巨大多口 都指向中國 包括相互之間 然後看 美洲的 那麼 這兩個無疑指向的 美國 同時 歐洲 依然指向了 德國 但是這個相互之間的 關聯 大家看 拉丁美洲的 絕大部分國家 也指向了中國 就是在中國的一帶一路的 這樣一個發展的戰略 是有很大的關係 但同時 我看到沒有 這條線是最出的 而且相互的 那這個 這條線是相互的 而是最出的量是最大的 而且方向相對應的 相互依賴 所以說 2000年到2007年 世界經濟發展了 重大的變化 第一 全球踩躍鏈開始形成 第二 區域化 也就是到2017年 已經形成了 以中國為中心的 亞洲生產鏈 和以德國為中心的 歐洲生產鏈 和以美國為中心的 和以美國為中心的 美洲的生產鏈 三大區域分布 已經開始形成了 這是一個非常 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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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是哪里的,这些都是第三层的 所以在科技技术方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九年代以前 美国人领导的全球的电子技术范图是非电子技术 后来在九十年代末古和新世纪初 又迅速转换成宽品带的数据数据技术 所以我举个形象的可能不一定很形象 大概在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的电视机有显像管的变化 把这一印像这样,实际并不是这种事 会出此时举个例子 所以使得我们的所有的生产技术设备 美国人把技术范图换了以后,我们必须跟着重头再来 这是上个世纪末和这款世纪初亚洲发生的 然后我们在韩国跟着日本的后头重力再来 所以这种技术范图是很重要的 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现在研发所在不断的提高 在不断的增转 是由我们希望亚洲区别的科研方面 在技术研发方面可能成为亚洲或者全球一个重要的利益 这个点是我最近发表的一篇和我的博士发表的文章 主要是谈最多的产品 就是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中 有多少来自于日本和韩国的增价值的国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龙太阳这个被中国再出口的增加值 大家看,日本是到2013年左右 就被韩国超过了 也就是中国向美国出口中 来自于韩国的增加值是超过日元 这是一个中国出口中的 来自于日本韩国的增加值 第二这个呢,是被中国吸收的 这不仅是出口 就是中国实际的意义 就是中国从日本韩国进口商品中所含的增加值 完全是被中国吸收的 这两点呢,我们看 韩国虽然依然比日本弱 它相差无几 基本是这样的成果 然后呢,把第一个表 第一个数据除上 除上第一个第二个线之和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呢 它的比重 就是在中国再出口都能增加 来自日韩 包括中国台湾的增加值比重 但是它达到最高的时候 零七年之五 全球金融利息爆发之前 韩国日韩国都达到最高项 然后开始的时候 大家进入一期之后 我开始很慢的想象 后来又有所提升 基本的处于现在大概在20%以上 20%以上 这样一个水平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 中美的贸易波差的发生 美国关税的提升 使得中国向美国出口受到很大的阻害 那么这过年中 日本和韩国也受了很大的阻害 因为我自从产业数据来看 那么也就是说 由于亚洲产业的形成 日本和韩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中间 资本货物甚至完成 由中国来加工组装之后 再向美国出口 由于受到美国出口的贸易保护主理的阻害 出口受阻之后 我们的亚洲地区共同的面临的问题 就是说 表面上看是中美方有差 表面上看是中美方有差 实际上是中国代表的日本、韩国 甚至代表的亚 我们整个的东亚地区 与美国差 这是由于区域的亚洲链的形成所决定的 前一天展望 我想时间不多了 我最后再讲一下我们的语言 第一个 第一个 从理念上看 我们能不能突破危机 促进型的这样一种合作 那么 迄今为止 东亚地区的合作 就是说 危机促进型 那么一旦危机 过去 没有 那么我们就完全放任着 标别市场 正法地去做 石球世界 市场正法地做得真的很不错 但是我们官方的合作也非常多 非常多 那么我们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没有一个中日韩三国之间 缺乏一个 关于东亚地区发展实际的一个 稳定的共识 我们这种 共识表面看可以说 和平 稳定 可持续 但是实际上 我们就 我们三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亚洲 甚至什么样的东北亚状 状况 真的我们很少做的 包括我们研究者在内 包括我们在内 都很少大家做的一起 认真的去探讨 我们到底实际上有什么样的亚洲 亚洲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亚洲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亚洲不但给自己地区的国民的福祉 有多大的促进 而且我们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中 亚洲地区和中日韩三国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共济 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实际上去思考的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三个方面 第一个 我们中日韩三国国民的凶环 中日韩三国国民的凶环 中日韩三国学者的智慧 我们的智慧 能不能有这样智慧 第三 我们中日韩三国官方或领导人的政体破裂 我觉得这三个去理不可 这三个去理不可 第二 我们共同理智貿易好多 共同美国全球多变贸易体系 全球贸易的多变体系 可以说得来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是否知道 1941年8月初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 共同其两个人的名义 以个人名义签署的大西洋宪章 实际上 那个时候 美国还没有参战 因为是41年的12队日本才偷袭的美国的政府 但事实上 他日本人 美国人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 在战后 领导世界 所以说 大西洋宪章所描绘的那些图景 就是 放弃人民币 要人民拥有更 各国人民拥有更多的主权 在奥克斯大尔队友的理念的提出 实际上 这个大西洋宪章是 二战以后 大 MF 世界一行的哲学基础 这是它的哲学基础 那么就是 日 那么 美国和英国两个领导共同反省 反省 反思 说 为什么能让 希特勒 这样一个风策 能不能被选上 希特勒就靠不去被选上了 欧国日本 为什么能够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 因为他们反省的后果就是 二九年三十年大飞机的时候 二九年三十年大飞机的时候 英国率先成立了英镑群 法兰 法国一看 马上去 法兰区 美国一看 搞到美兰区 三个主要的事业经济的中心 把世界市场分割掉 竖起了高高的意味 对内搞自由贸易 对外 对后发国家 后发国家 排斥了 拜拜 所以 当 德国的中产阶级都破产了 这个我当时是有 很详细的 希特勒怎么上台的 我是认真地分析过 是用基地数据的 当中产阶级破产的时候 他们一定希望选一个最强烈的元首 把你那东西用铁拳 用坦克把它砸来 在土一步都下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两个伟人 可以说希特勒和希特勒 不错了 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是 两个伟人就反省 特别是邱吉尔 特别是罗斯福 罗斯福总统 他把大西洋建策 他已经想好 再后要建立一个全球多边的 茂密和金融体系 这种多边的金融体系 就给后法国家 以迅速加入和增长的空间 谁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 而去阻碍后法国家进入这个世界事态 大家共同繁荣 这是美国人想当时的哲学的理念 美国人 所以美国人 遇到了全球共有的多变化的体系 但是今天 特朗普总统已经不这么想 特朗普总统已经把这个理念 完全忘记得非常一干二减 但就是美国的路线 可以说特朗普总统已经为主这些硕形 可以说是全球变局的开始 全球变局的开始 所有核心变动 包括美国的国际意味 国际生育 包括这一切过程 但是我想说仅仅是个开始 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第三个人说 推进三个人 国家经济发展 这就是特别强化的第三方式 实际上中日 最近几年在东盟 包括计划设施界 第三方计划计 好像在东欧也开始 这个可能和中国的一带一路 是直接关系的 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 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计划 再说各位 非常请 我是15年的时候 15年的时候 被请到日本的外交员做论坛 我后来知道 这是日本外交部的外交部 非常高的一个论坛 因为那个时候 一带一路已经被提出了 所以说很多日本的 学术界官方的这些 对一带一路是完全充满意义 我发言了二十分钟 我发言了三十分钟 原定的集体的讨论三分钟 它对方讨论的一个多多小时 是一大大小时的 为什么呢 来自于日本经济界 外交界 甚至日本的自卫队 包括运方和军方的 西门界 还有议员 还有参与院 中间议员 半个小时内 给我提了三十八个问题 三十八个问题 所以我只好隆尔本 只开始满头冒汗的 再三八个问题 要再半小时回答 所以我重新要查到三十分 那个时候 做说罗载和日本方的 对于在于自卫的非诚 包括对AIIB 大家现在说 AIIB是严格按照国程规判来做的 所以现在做的是 已经过了西方法拉国家 很多法拉国家 还参与这个高度的认为 那么 所以说这些呢 可能我觉得吧 这个对于所有的问题 实践是一个最好的良药 实践是最好的良药 就是说经过一个实践以后 很多人说他们慢慢清楚 所以 中日韩双方 如果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 方向去对接 很好地去强化合作 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推进RCP 和中日韩的IPA 中亚地区的合作 必须抛出传统投资贸易的理念 因为这个全球的三大 这个亚洲链的核心区域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德国 除了我说的价值链的中心我 价值链的中心我 美国德国中 那么这样亚洲这个亚洲链区和美洲 亚洲链区和欧洲的这样一个产链区 那么我们亚洲这个如何的从企业 以企业为核心的这样一个视角 以亚洲链增值的视角 以生产过程被不断细分的视角 来促进我们IPA和RCP的谈判 这个谈判已经不是传统的服务贸易 什么劳务贸 什么货物贸易 它是包括很多具体的这些过程 如果我们来做 我举个例子 由于亚洲链生产过程 被复杂的分割成很多组成部分 那么上有的每一个 每一次不进贸易 每一次过进贸易面临的如果 关税很高的话 如果关税很高的话 那就是累积扩大 它的关税放大下来 那么最终的这个生产者的成本 和消费者的消费成本 会非常劳劳 这绝对是不可选 在这种中 即便没有关税下来 那么它的关税必然的行为 特别是在边境和边境之后的 边境和边境之后的所有的通关措施 以及边境之后的 飙通运输时间和成本 都决定了在某一个产品 某一个片段的它的未来的成本 所以说我们中日韩三国 如何针对这样一种企业为中心的 亚洲链 这样一个多次被切断 亚洲区内多次贸易循环的这样状况 来形成我们的新的方案 新的idea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日韩三国 和亚洲包括整个许多 21批评都面临的建筑了 好 我可能超过了上一篇 好了 我今天这个简单的报告就做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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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